大家好 我是饶志诚神父 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七月三号圣多默的庆日 圣多默是耶稣所拣选的 十二个东府当中的一个 那他跟随了耶稣很长的一段时间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 他在耶稣死了复活升天之后 当耶稣第一次显现的时候 他不在 那门徒们就说 我们看着了耶稣了 耶稣复活了 老师复活了 他不相信 他是一个可以说 我们今天所讲的一个市政主义者 就是我要看到我才相信 我要碰到我才相信 所以第二次耶稣再次显现的时候 我们主要很有趣的是 耶稣显现的时候 是他们在晚餐厅里头 因为耶稣死了复活之后 他们还是很担心很怕 因为老师被杀了嘛 所以搞不好土地也会被抓 所以他们也很担心 就关在晚餐厅里头 就是窗子关着门也关着 说耶稣来了 站在他们中间 然后跟说 多么来 把你的手伸出来 这个时候 圣经上记载的是 多么没有把手伸出来 没有 可是多么却说了一句话 我主 我的天主 在这里给我们一些 启示 第一次可以这么说 第一 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是那么的 圈救我们 救和我们 当多么说 我不相信 我非看到不可 所以耶稣说 好啊 你要碰对不对 你要摸对不对 来啊 我就让你摸 让你看 所以他能够用这种方式 去救和 圈救 多么的需要 所以刚才我讲嘛 圣经上没有记载说 多么去摸了耶稣 这是一个 很让我们感动的地方 换句话说 耶稣在他生命过程当中 跟着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从四部福音上 可以常常看到 耶稣就是那么好 他就是那么的 会想到 注意到别人 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 会想到别人的需要 我记得 耶稣会的前两任教终 总会长 阿鲁贝 他写了一个小小的 一个册子 他说 Jesus Christ mean for other 这个标题 也就是说 耶稣基督 是为别人生活的人 我觉得非常 清楚的 点出来了 耶稣基督 他的生命的 一个特色 就是为 别人生活 想到别人 所以在这里 让我感受到 真的是很感动 耶稣 他能够用这样的方式 来 救和 来配合 多么 那实际上 如果我们稍微 想一下 我想你 我的生命当中 大概也 多多少少 会感受到 天主真的是 很爱我们 真的也会 很救和 我们的方式 来配合我们 这是一个 我们慢慢 在生活当中 要努力的 去体验的 就像多么一样 所以当多么 体验到了 耶稣是那么好 哎呀 我真的当不起 所以他已经 已经 已经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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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手伸出来 可是 马上的 很有意思的 他的回应是 我主 我的天主 我们看一下 在圣经当中 唯一的 土地 或是唯一的 十二个门徒 当中的 没有人 用过这样的 一个说法 来 明认耶稣基督是主 他说了 虽然有这样的 一个过程 但是 他的宣 称 他的信仰的 一个 一个表达 很了不起 所以完了以后 耶稣会讲这句话 因为你看见 才相信吗 那因为 没有看见 而相信 人才是有福的 意思就是说 多么并不是因为 他看见 而相信 而是他真的是 因为相信了 才看见 很于一世的 一个说法 那我们也一样 实际上 如果我们相信的话 我们到处都可以 看到天主 如果大家记得 耶稣复活之后 曾经 他到阿玛乌去 两个阿玛乌门徒 跟着他 他跟着阿玛乌 中途 这些门徒 在一起的时候 这两个土地 没有认出他 明明看到他在身边 明明跟他讲话 没有认出来 当耶稣 他 破屏了以后 耶稣不见了 他们相信了 没有看见 相信 所以因为 真正的相信 耶稣 所以我们 才看得见耶稣 所以让我们真的 借着多么的 这样的一个经验 让我们去体验一下 耶稣对我们的好 让我们也努力 用信仰的态度 来看他 用信仰的方式 来面对他 我相信 我们天天会感受到 他的在 他也天天在 我们生命当中 让我们大家 继续的努力 来跟耶稣在一起 耶稣 常常跟我们在一起 祝福你